做看头吃冰棍 看契鹅品美食 这真是人生难得的经验啊 浙江山林水秀 看看温柔婉约的杭州美景 当然 一定要品味杭州的美食代表 黄帮菜 还不需此行哦 生活接力棒 没完七点春节继续来接棒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然后再来第一题好了 烹调时间越久越好 这个也很有趣哦 就是说其实我们东西熟了就好了 熟了就可以吃了 但是呢 这个美国康乃尔大学 这也蛮有名的一个大学 还是长春藤名校 他有一位教授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期刊里面 他说他把这个玉米啊 他把它放在摄氏一百度 一百多度的地方 去煮它 等于说煮它 然后他就煮这个 比如说是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 五十分钟 然后完了呢 再去测它这个食材的 抗氧化的活性 对 结果没想到呢 煮五分钟的那个活性是最高的 二十五分钟次之 十分钟的是最少 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实验 告诉我们说 那这个玉米呢 是不是煮越久呢 抗氧化能力就越好 那根据他的实验是对的啦 是 刚刚潘老师我问到 糯米玉米你解释的嘛 甜玉米你解释 那紫玉米里面 它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是跟人家说的 这个 詹姆斯早就知道 他把球做给我 其实他都能回答了 是 是 你就讲吧 好 里面的花青术 你可以看它颜色不一样 好 但是花青术是跟多分类同一类的 对 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的 抗氧化啦 捕捉自由基啦 抗发炎 是都很重要的 所以都是好的 没有玉米是不好的 没有 在那个秘乳啊 他们的那个职业啊 他们全部都在吃啊 很盛行 他们最常喝了一个汁啊 就是玉米 然后是紫色的 很好喝耶 它会加一点点酸 再加一点点甜 不是很甜 他们每次只要这种酷热 因为秘乳是很热的 他们都会喝那个 当开水这样再喝 我喝的还蛮不错 我们刚刚烤的是营养题 接下我们要烤的是料理题 跟怎么样储存的问题 好 三位加油 马上进行我们的健康二选一 欢迎我们的健康姐妹花 玉米含有维生素BCE 玉米还可以促进 颈部的血液循环 我们是健康姐妹花 好 马上进行第一题 购买玉米时 如何挑品质好的玉米呢 那我们请可兰示范做法 一定要看它的玉米的轴心 它的轴心呢 一定要越细的越好 因为呢 越细的越好 所以一定要挑选轴心是细的 才是好的玉米哦 好 这是可兰的做法A 我们请机会示范做法B 好 我的挑选方式呢 就是你用你的手 来轻压我们玉米的头跟尾的部分 因为呢 你只要拿出玉米呢 然后后面头面 前面后面压一压 如果是呈现软软的状态的话呢 代表它是新鲜 然后刚摘下来不久的玉米 所以呢 选择玉米呢 就是要选择这种 头尾压起来有点软的 才是品质好的哦 A或B 请抢答 B 是不是 对 确定了哦 对 答案是 A哦 这样的轴心越细的越好哦 所以去处罚 我讨厌你 其实你可能就是看人 你要看轴心就觉得不太好看 其实看尾端就好了 我们在挑所谓的玉米 就是轴心越小 为什么要越小 你看嘛 如果说粗细是一样的情况之下 你的轴心越小 是不是代表它的颗粒就越大 哦 米 那个玉米力就越大 里面的玉米力就越大 哦 好了 立刻要加油咯 第二题 水煮玉米时 怎么做可以煮出甜美饱满的玉米呢 那我们请可兰师范做白 只要呢 叫我们的水 先煮滚 就像我们意大利面一样 煮滚之后呢 加上我们的盐巴 再将呢 我们的玉米放下去 煮到熟 这样就可以煮出 甜美又饱满的玉米咯 怎么煮出甜美饱满的玉米呢 我的方式呢 就是先把玉米直接丢到我们的冷水锅里面去 千万不要滚水 接下来呢 开我们的火 开到最大之后 然后水滚了以后呢 再把火转到最小火 让它慢慢的煮熟 因为其实煮玉米最最最最忌讳的呢 就是让它直接丢到滚水里面 就像可兰那样 然后我们家呢煮玉米都是用慢工粗细活的方式 那而且玉米直接先丢到冷水里面呢 它的甜度会先释放出来 所以煮玉米呢 这样煮就可以煮出甜美饱满的玉米咯 A或B请抢答 我觉得是A是对的 A是不是 答案是 等一下 快到冷水然后再关键 我一看他眼神就对了 来不及了 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 因为你如果放盐水的话 它里面的水分就往外释放 就像我们淹菜这样 那你一旦玉米粒的 开始水分往外释放的时候 它就会凹陷 所以煮出来的玉米它不会好 所以错的是不要加盐 对 不能加盐 可是可以先热水 不建议 还是用冷水 我们用冷水入锅之后 因为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 一般啊 我们不太可能会把外面撕掉 所以你是有一个保护层在那边 你放进去之后 然后把火打开 冷水喔 火打开 到它滚的时候 只要滚十分钟 关火取出来就可以 OK 第三题 烹调玉米时 怎么做最能轻松的取下玉米粒呢 我们请可燃示范的做法 好 那怎么轻松取下玉米粒 其实很容易喔 只要你拿一只刀子 接着先叫我们的玉米对半把它切开 好 切开了之后呢 接着从上面 因为它有一个切口了嘛 所以你可以让它立正站好 然后再一片一片的再把它取下来 它就可以顺利的取出我们的玉米粒囉 准备了一只叉子 那叫我们的叉子呢 用这个方向的 然后可以找到我们玉米呢 中间都有缝隙 对不对 把它插进去之后呢 用缠起来的方式 所以就用这样子一推 它的玉米就会轻松的一片一片的被缠下来了 您觉得A有道理还是B呢 请抢答 啊 A A啊 答案是 B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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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 怎么可能啊 是B啦 B啦 来我示范是给你看 你往下插 往前这么一顶 它每个都会掉下来 所以它这个是很方便的方法 有没有 整个都下来了 比赛总是要分胜负的 来吧 宣布一下成绩吧 我们两个不要喝耶 好 这小鱼真的是非常的残忍 我们的利菲是零分 我们的爱丽克斯哥也是零分 我们的签名有一分 一分获胜 一分 所以是我们的利菲跟我们爱丽克斯哥 要喝我们的玉米小鱼干吃 干杯了 Cheers OK OK 有小鱼干的味道 有小鱼干的味道 行 要很快 真的 好可惜 利菲你常刚偷偷倒给爱丽克斯 这么多 你现在还是要喝水 OK 真的真的OK 不过这是惩罚啦 惩罚毕竟就是这样子 这可以吃吗现在 那是生糕 那是真的 现在吃点好料 马上进行我们的健康上菜 我们今天做这个玉米的鱼片根 什么 根耶 玉米的鱼片根 对 好奇怪的组合 对 玉米的话我们几乎都是跟这个 鸡膏汤混合多一点 对 那我们今天不用 我们今天用鱼汤来混 我们今天用的是黄的鱼汤 把玉米放进来 这是新鲜的玉米 你不要用罐头 好棒 所以这是还没熟的 这都还没熟 我们把它放进 两桶玉米 两桶玉米 既然刚刚 对 老师讲说 这个营养成分不一样 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 把它放不一样的东西进来 我这样要煮多久 这个稍微炒一下 要不然你赶时间要走 要不然你生气 没有 你会觉得说 它这样要煮多久才会熟 很快 很快 对 感觉颜色在变 对 我们藉由这个炒的这个步骤 因为油温会比较高 所以它熟成时间会比较快 比较多 那我们待会把鱼汤跟它做结 可是我们要稍微做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现在大概炒 还我 这个也要 那个爆米花也是蛮健康的 爆米花 爆过的话成分会不一样吗 还好啦 有些会不见 但大部分都留在那边 所以吃爆米花是OK的 是还好的 不健康的是因为加太多butter 对 会盐巴 会盐巴 所以其实 可是爆米花你不加那些 怎么会好吃呢 我觉得很好吃 没有味道的耶 没有 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爆米花的感觉咬得就好啊 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倒一点鱼汤 这之前已经先煉的鱼汤了 好 丢进来煮 然后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打成玉米浆 那边要留几个颗粒这样 对 要有口感 你想想 你一直干嘛 一直包 这个都很重的 就是不让你煮 那这个的话 因为玉米有一些 我讨厌着各样 尽量把它打散一点 比较香 好 你来误误看一下味道怎么样 好香啊 哦 热的耶 哦 这根本就是玉米浓汤嘛 这就是玉米浓汤 勾芡的话 我们是用太白粉 我们今天用 哦 对 现在把这边倒进来 它的浓稠状都出来了 好浓哦 超香的 有点面包 小朋友超爱吃的 法国面包 一定要吃法国面包 嗯 你会喜欢 好玉米啊 真的吗 非常的浓稠好吃 保证浓郁香甜的玉米鱼片羹 到底有什么料理配搏呢 大师奇秘方 等等独家教你做 那我们不招待 好 好 这个 好